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如此 有了这两点是不是就能决定大杯的价格了 没错 但刚刚所做的只是第一步整理资讯而已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得要把情境转化为数学问题 我知道 就是要把这两个条件转化为数学问题 每毫升价格就是把定价除以容量 因为大杯的要低于小杯 所以可以列式为大杯定价除以大杯容量 小于小杯定价除以小杯容量 不错哦 这里狐狸妈很熟练地运用了不等式的观念呢 接下来的条件 欢你来试试吧 利润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减去成本 则 下列哪个不等式可以表示 一杯大杯的利润要高于一杯小杯的 答案为C 大杯利润为大杯定价减大杯成本 小杯利润为小杯定价减小杯成本 所以列式为大杯定价减大杯成本 大于小杯定价减小杯成本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关系式了 接下来是第三步 计算数学问题 看到现有的表格 因为要求的是大杯定价 那就设定位置数X 然后把X和已知的数字都带进不等式中 可以得到第一式 X除以750 小于40除以500 以及第二式 X-25大于40-20 分别结两个不等式 能得到X小于60 还有X大于45 透过这两个不等式 可以得知X的范围在45到60之间 最后的一步便是将这个结果 应用回现实的情境中 所以大杯哈密瓜冰沙的定价 只要取范围内的数字就可以咯 哇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有结论咧 考量到常见的定价都是5的倍数 所以有50元和55元可以选 50元的话 刚好可以用一个50元铜板付钱很方便 那就决定是50元了 很不错耶 其实狐狸猫 你也蛮要生意头纳的嘛 没有啦 都要感谢你帮忙提供建议 还有利用学过的数学观念来解决问题 真是太感谢了 之后就等着听我赚大钱的好消息吧 今天狐狸猫和小树蛙巧妙地运用了数学的观念 来解决饮料定价的问题 并找到了合适的答案 我们来复习一下有哪些步骤吧 一 整理资讯 二 将情境转化为数学概念 三 计算数学问题 四 应用回情境 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的问题 但其实只要懂得抓住关键 并善用自己学会的观念 你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小达人哟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